我叫Barry,我是香港大學2010年工程學院畢業的 我亦在2010年至2012年讀佛學碩士課程 我當時是以兼職形式去讀 我現在30歲,從事物流業 我去年剛剛在英國的University of Nesta畢業 我本身是讀國際關係和歷史 我畢業後就像哥哥一樣 就立即報了法學碩士課程 其實當時我是報全面的 去到討論的時候,法師就跟我說 因為行政原因,我們不能給你全面 part time你要不要 我就說要啦,要啦 後來就不打不打之下 就跟哥哥一樣讀了part time 然後就立即在香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 找到做關於語言研究的工作 我們簡直有在課堂上practice 對我來說,佛法除了你讀一些理論之外 中文是福為相守 除了你要看一些東西,你要practice 如果不是這兩者你沒有同一時間去做的話 是未必能夠令到你會有一個知識的增長 你學到的東西未必能夠用得出來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深刻印象 和對我很有用 我自己就覺得 認識到很多對我來說 特別是不同年紀的朋友 因為我的課程中應該是最小的 大家很開心 最重要就是你認識到一班 和你對同一樣東西有同樣追求的東西 然後對於那種知識上或者佛學上的追求 令他忘記了原來那天可能要OT 原來星期六天就可以直接去借書 然後寫Essay 或者大家對凡文的練習 那種一齊的凝聚力 或者大家對同一樣目標的力量很吸引人 其實是 大家都有經常分享一下 到法古山可能有什麼聚會 你有沒有興趣去 老師說那堂禁止了 你記得不要來 或者我遲到你記得幫我拿位 其實是很開心的 沒有想過這件事 就是大家都忘記了大家的年紀 性別都不分 或者是都認識到不同的法師 他又會和你聊聊天 或者分享一下他的得著 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得著 其實我覺得我讀了課程之後 會了解多了自己 不是說自己喜歡什麼 而是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 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後 在你處理一些事情上 你會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去解決這件事 因為其實都是可能不單止你自己 可能你跟同事、上司、客人 怎樣去解決問題所在 這一個我相信我都對我來說很有得著 因為其實我現在做一個關於乳癌的研究 其實我很多時候要看到很多不同的病人 特別是有癌症的病人 那時候頭頭又做事 就不懂那種處理 或者不懂怎樣聽他們說 或者不懂怎樣跟他們談 我也有問兇師 其實我應該怎樣做呢 兇師就很記得他跟我說 不是你要去怎樣做 而是你要懂得怎樣去聽他們 就是說每個人都很懂得說 但不是很多個人真正做得到聽 因為聆聽是很需要你的同理心 你是要在他的角度去想到 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和這樣的情緒 所以這件事對我的工作上都很大幫助 因為始終我要每天都見這麼多有癌症的病人 學會同理心和在不同角度看東西 都是我這個課程很大的得著 我們香港大學副學研究中心辦的這個碩士課程呢 在近過去的十六年當中 我們已經畢業了大概有七百八百多學生了 他們呢從他們的反應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主要是我們這個碩士課程非常的成功 很多的人學了之後 就要是真正的就要是從換了一個角度去看人生 看世界的 當然我們也就算是從這個申請人的這個申請表上 也有一個問題 說你為什麼要申請這個香港大學 複寫研究中心的碩士課程 很多人就要是 尤其是中年人都是在重新思考人生 所以整個復教的其實就是講的人生的哲學 所以他們來學了真是就是學了之後感覺 真是得到了益處得到了好處 那麼在學了之後再回到它同樣的工作崗位 你是在銀行工作也好或者是在這個financial sector工作也好 但是看待這個就算是人生世界尤其是看待金錢這個問題 換了一個角度不同了 因為換了一個角度了 所以呢你的問題就少了 我們的slogan是叫sustainable happiness 但是happiness是怎麼樣去sustain能夠永遠的 或者是長一點時間的 這就是其實我想就是一種方法了 我們很多的時候 花的一種的這個幸福 這種幸福用英文講課叫precier 而不是真正的happiness 因為這種precier是需要什麼呢 比方說我們喝咖啡喝得非常好一定要喝 你不喝咖啡就沒有這個precier了 如果吃這個巧克力的 那麼吃巧克力才有了 不吃巧克力就沒有了 這叫precier 但happiness怎麼一回事 happiness就算是 即使你不吃巧克力 不喝咖啡 你坐在那裡看看天或者什麼 你覺得很自在 浮教讓我們怎麼樣去把precier轉變成happiness 浮教並不算是precier就是錯誤的 當然你看什麼樣的有一些不好的 但是大多數都是好的 這種轉變的過程就是一種認識的問題 那麼眼睛看到的也有precier 那麼怎麼樣去把這種precier變成happiness 那麼浮教就有自己的方法 那麼這個方法可以把你precier變成happiness 變成happiness還可以叫你持久 持久 所以這就要去學習浮教了 這就要去學習浮教怎麼樣去分析人生了 就去用這個浮教的基本的思想去分析人生 分析到問題的根源怎麼樣把precier變成happiness 那麼這就要學了 所以MBS就需要這個去教了 我們要去學習浮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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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學習浮教的方法